北京时间8月2日 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男子调环决赛 第决赛拉开帷幕 尤浩和刘洋代表中国体操队 出战男子调环的决赛 由于此次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中国 还没拿到一块金牌 所以中国的体操爱好者们都在期待中国 体操队接下来的发挥 最终 刘洋在体操男子调环以难度分6.5 完成分9分 总分15.500分的分数拿到了金牌 游浩凭借难度分6.6 完成分8.7 最终得分15.300分拿到银牌 中国选手包揽了金银牌 八位进入决赛的选手分别是 俄罗斯奥运队的 丹尼斯阿布里亚金 巴西的阿图尔扎内地 土耳其的伊布拉辛 克拉克和亚当 法国的萨米尔 希腊的艾莱夫赛里奥斯 以及中国的游浩和刘洋 希腊的艾莱夫赛里奥斯 在资格赛中排名第一 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首先登场的是巴西的选手 他也是伦敦奥运会调环的冠军 巴西选手在资格赛中排名第五 巴西选手做了一系列动作 表现还算可以 可是他最后落地 直接平开摔下来了 巴西的选手的难度是6.5 得分是14.133分 中国选手游号上环后 起来做个转体 直臂水平十字 后摆上 翻水平十字 前摆上去倒立 最后完美落地 游浩的难度分是6.6 完成分是8.7 最终得分15.300分 游浩也来到了所有选手的第一名 接下来出场的是刘洋了 刘洋上环后 先是直臂挺立 成慢翻十字 旋锤到十字 后摆上 刘洋落地也是完美不缺 刘洋最终拿到15.500分 难度也是6.5 但是刘洋的完成分达到了9分 于是刘洋反超游浩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 最后希腊选手出场了 希腊选手是预赛的第一名 但是希腊选手落地没有站住 跳了一下 最终希腊选手是15.200 没能超过游浩和刘洋 再后刘洋哭了 这是胜利的眼泪 这是英雄的眼泪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谁知男儿背后经历了多少磨难 这是中国竞技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让我们期待中国体操队接下来的表现吧